欢迎回来 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 今天公布最新经济预测 预估2017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为2.1% 也成为第一家认为台湾今年保二有望的经济预测机构 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 29日公布最新经济预测 预估2017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为2.1% 比去年12月预估的1.8% 上修0.3% 也成为首家认为今年保二有望的经济预测机构 已经没有通膨的威胁 而且物价还可能上涨的话 于是整个刺激的经济活动上来 所以低基期低库存还有再通膨的上个效应 把这个经济整个带上来 元大宝华经济研究院长梁国元表示 货币以及财政刺激政策的加持 都是今年经济成长加快于去年的主要因素 另外随着近期台币急升 元大宝华也将今年美元对台币汇率均价预测 从去年底预测的32.7% 大幅上修到31.3元 全年的均价从32.7%修到31.3% 我们是认为就是说这个 应该是有一段期间会让这个自由市场来波动 然后那个台股的这个吸引力 至少在发放这个今年的这个股息之前 事实上是有吸引力的 梁国元说今年台湾算是顺风车经济 搭上全球经济复苏的变车 世界各地同时景气豪转 经济动能加快 让台湾有望摆脱景气低迷 新唐林亚海电视林嘉宾 红雷锋 台湾台北报导